上海有一個叫Port Station的一個當代美術館 然後每一次有一些新的展覽我一定會去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特別辦的一個當代美術館 然後它的那個建築物本身跟那個產地都特別的酷 我很喜歡那個 1933老洋帆是上海一個很老的建築 然後它前身是一個屠宰場 它的本身建築的設計是 因為它的功能性 所以是一個特別奇特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那邊還是還挺酷的 它還挺不一樣 它其實是很多當地的一些上海人在買那些二手衣穿 然後裡面賣的衣服也不是我們印象中的一些比較酷的二手衣 那真的是一些老的衣服買 然後賣的除了衣服以外 還有一些其他有趣的生活的東西吧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老上海的一個符號吧 得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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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